我现在坐进这个后排啊 坐在后排之前看一下后排空间 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空间确实还是可以 但有一点就是它是这个头部空间 给你看一眼 我1米72的身高 我现在是正经坐在这里 这个头头发已经扫到车顶了 所以这个车 对于小个子是比较友好的 但如果说你要坐后排 对于大车来说可能不太友好 然后这个车的座椅是支持后排所有放倒的 其实舒适性的话 50的车这个座椅舒适性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如果想坐着舒服一点的话 就更舒适一点 对它要求再高一点 可能它达到你的预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你看这个车的这种皮质的座椅 这个细节处理的确实是没有这一些盒子品牌 或者豪华品牌好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 毕竟这个车价格在这里 对吧 十来万块钱买一个这种旅行车 对吧 还要啥自行车 所以这是我想给你们传递的一个 就是多少钱 办有多少钱办多少钱事 这个车其实已经可以绝大程度的 满足它的一部分消费者的这种使用需求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不错的 甚至这种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